哈囉大家好我是幼凱 今天的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關於車禍造成車輛毀損 根據車損的嚴重程度的不同 可能會有不同的求償項目 終點來了 可以求償的項目有哪些 該怎麼去做區分跟判斷呢 今天會跟大家做個簡易的說明 讓有需要的人可以透過影片 大概了解自己該怎麼為自己爭取 而且今天影片的最後 還會有一個針對折舊的 適用版防禦手段 所以記得要把影片看到最後喔 好的我們不囉唆直接開始 首先我們先認識一下 針對車禍所造成的車損 常見的求償項目有哪些呢 不外乎就是車輛維修費 車輛交易價格減損 二手試駕 代步費用 營業損失 上述5種針對車損所衍生出來的求償項目 是只要有車損就一定可以求償的嗎 當然不是 首先基本一定可以求償的就是維修費用 也可以稱為恢復原狀的必要費用 因為對照人的過失產生侵權行為 因此對照人必須負起損害賠償的義務與責任 車子被撞壞 理所當然就是要恢復到撞壞之前的狀態吧 因此維修就是必要的恢復手段之一 透過維修更換零件將車輛恢復原狀 又因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背後的另一項條件 又是損害填補 我對你有侵權行為 所以我需要將你的車恢復原狀 恢復原狀是一個重點 假設你的車是一台開了三年的車 你這台車的殘值基本就是不可能跟新車一樣 也因為這樣 要是我為了修你的車 讓你的車換上新零件 而你就可能產生不當得利的問題 所以求償維修費用的同時 通常都會面臨到折救這個問題 那折救怎麼算 我這邊就不多做贅述了 你可以自己上網搜尋關鍵字 司法院折救 就會找到折救自動試算表了 就能夠輕易算出折救金額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自己去玩看看 好以上是針對第一個求償項目 維修費用所做的一點簡單介紹 我們繼續講第二個常見的求償項目 車輛交易價格減損 如果今天的車損 嚴重到需要切割焊接來更換板金鍵 就代表重的很大力 又或是換梁柱 車台有變形需要校正等等的嚴重損傷 那麼這台車就會變成所謂的事故車 可想而知要是未來要賣車的話 誰會想接受事故車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預期 這台車未來的交易價格會減少 例如本來可以賣60萬 但因為被撞過變成只剩40萬 這個預期落差 就可以透過求償車輛交易價格減損 來做彌補 而求償這個項目的時候 經常會遇到一個刁難 就是你又沒賣車 哪裡來的損失 我這邊不想文周周的又拿法院判例出來講半天 請記住 車輛交易價格減損 並不限於一定要有賣車的動作 因為這是可以合理預估的 所以基本只要能提出車價鑑定證明 即可作為求償依據 但這邊順帶一提如果你是面對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基本一定跟你拖進訴訟 才肯乖乖吐出這筆錢來賠給你 或是會跟你協商一個數字 例如你見價出來 車禍前跟修復後的價值落差30萬 保險公司可能會說 不然這樣我不跟你砍維修費的折舊 你這個價額減損 我賠你10萬塊給你怎麼樣 就可能會是這樣的談法 你自己可以算看看 被折救加完整價格減損 跟不折救加協商金額 中間的落差是否值得你 跟保險公司耗在民事庭裡面 就你自己斟酌囉 好我們接著講第三個二手試駕 我們先了解一件事情 車體殘職可以簡單區分為 第一種剛剛前面有提到 司法院的自動折救試算表 這個算出來的跟法院判的是一樣的 因為都是用同一套邏輯去算 這個邏輯基礎是什麼呢 就是財政部的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 來作為計算折救的依據 那麼第二種折救 就是保險公司用來計算車體殘職 用來計算車體險保額的試算方式 保險公司的算法很簡單暴力 就是每一年重置價格的15-20%去做遞檢 所以假設一台賓是CLA的重置價格 假設是200萬好了 到第三年續保車體險的時候 在保險公司的眼裡 這台CLA就只價值144.5萬了 也就是說即便這台車撞到全毀 最多就是理賠144.5萬 就沒保險公司的事了 但實際上因為車輛在市場上屬於熱門車款 雖然已進入第三年車齡 但是實際二手價可能還是有160-170萬 有看懂了嗎 如果你有保車體險 車輛撞到維修費 以接近車體險保額上限或是超過保額的話 保險公司就會推定全損 直接賠給你保額的數字比較簡單 但是你的車本來有著市價160-170萬 這落差的金額就是可以跟 對照求償的二手市價 把差額補滿就對了啦 如果你的車沒保車體險 結果車子說要修個120萬 基本也是可以認定為 不能回復原裝或 回復顯有重大困難 因此可以選擇報廢車輛 轉頭向對照求償該車的 二手市價減車體報廢殘值 這樣懂了吧 又求償二手市價 基本就是車沒得休 維修費太貴 划不來才能求償 如果撞擊不嚴重 你自己選擇要報廢車輛 這有可能被法官駁回喔 按照車損嚴重程度 講到現在已經講完 三個常見的車損求償項目 接著來講跟車損嚴重程度 沒有直接關聯的兩個 代步費用與營業損失 先說代步費用 請記住一個重點 想請求代步費 你必須提出合理依據 具體來說要提出什麼依據呢 第一個就是有記載維修日期 與修復日期的維修公單 維修期間可以求償代步費 但是代料期間 這並不能算是因對照過失而造成的 所以代料期間 基本無法記錄求償代步費的天數 不然要是零件要從國外訂 坐船來要等兩個月 兩個月等料 再加一個月的實際維修天數 哇那這個租車費不就嚇死人了 但主要還是代料這個動作 不能規則於車禍 所以基本是不能算的 好即便維修天數沒問題了 你也要能舉證 你真的需要租車或是搭計程車 例如家裡有小朋友 每天要接送上下學 或是接送老人家等等 真的需要一台車來代步 或是工作地點很遠要走國道 那當然無法用機車來代步 只能租一台車來用了 就是要準備以上這些諸如此類說得通的理由才可以 如果你提不出來相對應的理由 就算你的車休兩個月 也未必就會照判你這兩個月的租車代步費 坐計程車也是啊 如果沒有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沒話說 但如果有公車有捷運 你偏要坐計程車 可能也是被法官洗點駁回喔 所以代步費不是不能求償 只是你必須提出合理的說辭才行 那當然以上說的是針對上法院 如果你是在調解階段 想跟保險公司求償代步費 則會先被以折舊維修費來要挟 你就自己算一算划不划的來吧 好來到最後一個常見項目 營業損失了 基本這個只適用於計程車貨車等 用車輛提供運輸服務賺取報酬的車輛 如果你是那種開公司車跑業務的工作 那基本只要有車就能完成工作 所以該重點爭取的則是代步費才對 像是計程車跟貨車撞壞進場維修 我不可能隨便搞一台車來載客載貨吧 那就代表車輛維修期間 車主或公司就真的受有因無車可用 而衍生無法營業賺取收入的損失 像計程車可以提供當地計程車公會的 平均薪資來佐證 你修車幾天就求堂幾天 基本沒問題 送貨的貨車涉及的更複雜 我是沒處理過啦 但就是可能需要附上所得證明算出平均日薪 或是公司要能提出單日營收的佐證 才能再來依照貨車進場維修的天數 計算出營業損失 那不管你是計程車還是貨車啦 跟上一項代步費用一樣 如果你是跟保險公司求償 一樣會被折舊維修費來要挾 一樣要自己算清楚 划不划算囉 保險公司威脅說要折舊 聽起來很北藍 但其實保險公司也可以一開始就跟你折舊 但是保險公司的默契就是 五年內的車不主動折舊 除非你又要求其他項目 保險公司就會拿折舊來當籌碼了 所以有好有壞 算出來可能營業損失不到一萬塊 結果為了真到底搞到訴訟去 法院基本一定會跟你算折舊的 折舊完的維修費加上其他你要求的項目 可能拿的還更少 重點是你還得多花時間去跑法院 時間成本也是得算進去的 所以就是要斟酌啦 好啦今天簡單介紹完五個 因為車損而衍生出來的 常見求償項目 相信已經解決大部分人大多數的疑問了 那麼也恭喜看到這邊的觀眾 因為你們即將收獲一個小彩蛋 前面講的內容呢 一直與某件事情有所連結 這件事情就是 折舊 折舊真的很煩對吧 但其實為了求償維修費以外的項目 因此進入訴訟的話 還是有機會不被折舊的喔 我再強調一次有機會而已 因為目前沒看過高等以上的法院做出相關判例 所以代表這個我接下來要分享的主張 就只能當作試試看而已 不一定真的有效 你主張了沒效也不要回來噴我捏 好給大家看一下這張判決書 帶大家快速讀一下 左以原告機車送修之目的 乃細為圖回覆機車之整體效用 而非意再回覆相關機件零件之價值 由以原告機車之整體價值 亦不因機件零件之以新換救而有提升 況原告機車之零件如未遭被告碰撞受損 本無庸更換 故不可能因零件以新品更換救品 而受有不當得利 故材料費用不予折舊 有看到關鍵了嗎 我只求回覆車輛的功能效用 我的車並不會因為我換了新零件 而因此受惠 讓我的車的價值有所提高 本來就是啊不是嗎 就像二手車商很愛說 你的改裝品改再貴 我們一樣以原廠車的價值收 搞不好還更低 因為不好賣啊 你自認為很帥 但要找到跟你相同品味的客人不好找啊 等到何年何月才會又跑出一個 覺得你車改的很帥 我願意高價收的客人對吧 更不會因為我的車才剛換新碟盤 我的二手行情就會增加吧 你的車哪邊快壞了會被車商扣錢 因為車商要更換做維修嘛 恢復堪用的性能才能賣給下個客人 這是車商的翻新成本嘛 你說你不久前才大保養過 什麼頭燈組是新的 四個碟盤跟煞車皮輪胎都新的 二手車商會因此多加錢給你嗎 基本是不會啦 反正這台車行情在哪 就是給你這個價 你不要就拉倒 不太可能因為你把一些耗材都換新了 就多加錢給你 更別說其他非耗材了 例如我的車因為車禍被裝壞尾門 因此我換了一個尾門 難不成我跟二手車商說 我的尾門是換新的 應該再提高個2萬吧 看你尾門換過喔 非原版件嘛先扣2萬喔 對不對 機車前叉因車禍撞到所以有換過 蛤你前叉換過有撞過耶 先扣5千 完全想不到有哪一種可能 因為車禍更換新零件 而有機會讓價值變高的狀況 如果有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啦 所以如果車損不大 而又因為其他因素 你的求償被拖進訴訟了 你可以嘗試看看這麼主張 就是 我做這些維修更換新零件 不會提升我車子的價值啊 我只希望恢復車子原有的性能 與狀態而已 看法官會不會因此不拙救 你的零件費囉 好啦 那麼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還不錯 請訂閱我的頻道 也請你不要吝嗇幫我按讚跟分享出去喔 最後呢 如果你有車禍問題 你自己搞不定 歡迎點擊螢幕右下角這邊的諮詢連結 想讀表單內容與確認諮詢費用 完成表單填寫來跟我預約諮詢喔 我是幼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